大毛鸽 嘿嘿 舌头还在外面呢 刚才看见那边黑个 看见我的蜜口了 哎呀这个舌头 舌头更长了 咬到舌头了吧 急差呀 潮水刚刚退 52强 今天来干海了 下水转转吧 看清楚这个东西吧 哇天哪 这是我见过最小的袋子了 这个怎么吃啊 嘿嘿 这应该是这几天的打风 把这个袋子捶上来 行了 捶上来就不要 太小 走了 这是那个黄显雅的洞 嘿嘿 这个 旧地下好玩 就在这边 能测水啊 这种味道挺好的 来海边捡来这个湖是 相当的不团 哎呦 嘿嘿 这应该是那个那个小朋友在海边捡到的 这个八爪鱼啊 放在水里漂走了 又知道是谁的 分析我一下 过来取啊 我在那个 山东躲到海这边 看海 给带回去了 挺漂亮的 放这里面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玻璃胶那个 打胶用的啊 这个属于那个 高污染的东西吗 不能在海边遇到它 这个得带着它 这个海星好大 都发紫了都 这应该是那个 贵大的海星 颜色也深啊 嘿嘿 这个叫锡盘 这个黄应该特别好吃 玻璃长得有点太大了 跟手对比一下吧 一样啊 行 这个带走了 这个瓶子挺漂亮 嘿嘿嘿 哇 天哪 怎么样 还是个大红色的 这里面是酒吗 怎么也倒不出来的 行 这个给它带回去了 哎呦 环境 人人有的 这是个惊的就好了 在海边看见这种坑的时候啊 别急着伤心啊 带一圈找一找 这就是那个巴达鱼啊 这个鱼是那个带打米的 看 雪白雪白的 这个不能要 待会给它放了 先拿走吧 今天风还是不小 这是那个小海胆 这种是 鼻管里面都有虫子的 这都是被蜡给打断 这个不要的 像这种海胆 基本上里面是没肉的 胆子也回去做个工艺品 特别漂亮 你这小家伙 你是生堂不露啊 怎么还穿上了 那个沙上沙地里面的吉利湖呢 你是真牛啊 这有钱就是任性啊 这个 挺大 是个二货 这个腿还没了 行了 个腿还可以啊 这个就给它带回去了 都回家吧 这个海螺壳 它真漂亮 嘿嘿 哇天哪 哎呦 下不来了 这里面是个帮炸鱼 看 哇塞了 哈哈 太好了啊 为什么我说这个海螺壳 因为这个上面看 表皮特别光滑了 要是那种活着的话 它表皮发黑 这边这个都都没有了 嘿嘿 带走了 这是那个 哎 出来了吧 不属于这里 嘿嘿嘿 这是那个 那个有大米的爆炸鱼啊 等到夏天之后 它就能 产出好多那个爆炸鱼了 行了 哇 泡沫了 赶紧走吧 拜拜了 哇 海边的垃圾是这么多 进来吧 进来 这个也是 嘿嘿 我这个大海还没工了 啥也不用干了 剪垃圾都剪了 今天的货抓的还是可以的 行了 回家 好了朋友们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个带 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了